欢迎收听美丽坚演绎,我是刘仁谦 上回咱们说到在1776年的7月4号终于是美国宣布独立了 那独立宣布的地点是在费城 所以后来费城的篮球队也是起名叫费城七六人来纪念他们76年的独立 那从这独立之后我这可是省事多了 以后再也不用说什么殖民地人民啊殖民地军队啥的 直接可以说美国人美军了 那么话说回这独立战争啊 自从在列格星顿打响了第一枪 然后在康科德这地方第一次把英军打败了之后呢 美军就一路追着英军来到了波士顿 当时的波士顿呢一直被英军牢牢的占领 美军一直想打进去呢 但是一直也没有成功 于是呢就一直把波士顿在那围着 围着波士顿的同时呢 美军也在其他地儿在干着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他们因为非常缺这些武器呀军需呀啥的 于是呢就到北美这边的那些英国军营 去偷英国的大炮去 比如当时有一个叫Green Mountain Brothers 绿山兄弟会偷了好多炮 还有包括当时的汉米尔顿呢 跟他那些在当时搁大的前身的那学校 叫Kings College的同学一起 组织了一批志愿军去偷炮 也偷来了不少 后来汉米尔顿呢也成为了华盛顿 在军营里的军事助理 美军在围困波士顿期间 干的第二件事呢 是去攻打加拿大 因为他们觉得把加拿大打下来之后呢 就能免除英军顺着加拿大 顺流而下攻击美国腹地的这种军事威胁 所以呢他们就一路北上 先把蒙特利尔这城给打下来 然后接下来又往北去打那个魁北克城 但是在魁北克城呢 被英军狠狠地K了一通 于是赶紧败退回了美国的本土 那么波士顿这边呢 是整整围了11个月 终于有一天美军是突破了英军的防线 攻进去了 于是英军赶紧是几百艘船 运着这些军人 连同着好多非常忠于英国王室的保皇党 仓皇地逃回了英国本土 华盛顿知道英国人再来 那肯定不是开玩笑的啊 那肯定就是大军压境了 所以呢赶紧抓紧时间做准备 而且他知道英国人再来呢 肯定是瞄着纽约港来 所以呢重点把防御设在了纽约 果然到了1776年的8月 3.2万英军乘坐着无数战船 就来到了纽约 而且刚一跟美军接触上呢 立马就呈现了出了压倒性的优势 美军呢是一触即溃 在当时布鲁克林这个地方吧 是已经被英军三面围控 背面就是河 然后呢英军也没着急进攻啊 正好当时起了一场雾 在这场雾的帮助下 幸运的美国人成功地偷偷渡过了河 保留了他的有生力量 要不然这独立战争 在当时就已经结束了 这之后一段时间的故事很简单啊 就是美国人一边打一边逃 把纽约丢了之后呢 又把费城给丢了 黄盛顿的战略呢 整体而言跟若干年之后 我国的抗日战争时期非常像啊 就是不跟敌人刚正面 然后呢打不过就跑 去打游击 然后不断地骚扰 用这种战略等待着转机的出现 那这转机是啥呢 就是外国强远 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我国呢 这外国强远就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的美国 那对于当时还处于婴儿时期的美国呢 这个外国强远就是法国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自从七年战争输了之后呢 就一直特别想找一个机会 报复一下大英帝国 所以呢 他是希望借着美国独立这个事 狠狠地弄一下英国啊 但是呢当时在欧洲吧 基本上没什么太多人觉得美国这独立 能真正闹出什么气候来 绝大多数人就觉得这小起义吧 稍微扑一扑就火就扑灭了 所以呢 法国也非常害怕 说进入到这个事件之后啊 自己刚宣战 结果美国这边直接就已经投降了 那就很尴尬 对不对 所以呢 他一直在观望 也就是说美国如果证明自己 能真正的扛下去呢 那法国就愿意结盟 再加上当时 本杰明弗兰克林是一直在法国劝法国国王啊 所以美国人一直指着这边的盟友 但是前提呢 就是他们自己得把这仗先打得别太惨 所以呢 在76年的圣诞节这天 也就是12月25号 华盛顿带着他的军队呢 偷袭了在新泽西这边的那个黑森雇佣兵的营地 黑森雇佣兵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咱们上次说的那些 导致了美国独立精神真正激化的那些雇佣兵 这一仗呢 打得很漂亮 收回到了新泽西州的绝大部分地盘 但是呢 他还不够 还需要更大的胜利来证明美国人的能力 到了1777年呢 英军想从两面加攻美国啊 一方面是从北边的加拿大魁北克这个地方 另一方面呢 就是从他们占领的纽约 两路军队上下加攻 把美国一分为二孤立叛乱的新英格兰地区 加拿大这边的英军司令呢 叫伯格恩 他是一路往南打的时候呢 被美军不断地拖延 然后纽约这边的这个司令呢 叫和奥 这哥们可倒好啊 直接把他的这英国同胞给放了鸽子了 他呢 一点都没按照计划往北打 而是一路往南去打费城这些地方 于是呢 北边这伯格恩啊 自己一路孤军地来到了一个叫萨拉托加的地方 在这里遭遇到了美国的主力 在这场萨拉托加战役当中呢 以义代劳的美军 由盖茨和阿诺德两位将军去做指挥 最终呢 是成功地战胜了英军 但是到最后啊 盖茨一个人占了好多功劳 然后这阿诺德呢 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这个赞赏 所以呢 他到之后叛变到了英国那一边 这事呢 也是后来被美国很多人所耻笑啊 就是站在了历史上失败者的一方 俗话说就是弃明头暗啊 或者就是说叫49年加入国军 在这场战役当中呢 英军是一共投降了近6000个人 那正是这一巨大的战果呢 确实说服了法国 让他加入到这场战争当中 于是到了1778年的2月呢 法美两国正式地递交军事同盟 这时候英国人后悔了啊 赶紧去跟美国人杀了 说要不是咱别打了 我给你把那些什么 Intellorable Acts 就那些不可容忍法案 全给废了行不行 那美国人回了一句说 你早干嘛去了 于是该打继续打 而且当时英国说实话 得罪人实在有点多啊 除了法国 还有西班牙和荷兰 也陆续地加入了这一同盟队伍当中 这个时候呢 终于这双方实力 从碾压局变成了 基本五五开的局面啊 所以呢 这时候英国人觉得说 再这么着下去不是个事 咱得调整一下战略 于是呢 就把兵力从费城啊 这些地方全都撤出 就坚守着纽约这一个地方 然后调众兵去攻打 美国南方的各大城市 在南方呢 英国人确实最开始 成功地攻占了那么几个城市 但是后来稍不易留神呢 这些地儿又被美国人给抢回去了 至此呢 这个战争的天平 越来越倾向于美国这一方 而英国呢 发现天时地利人和这些 越来越离他们远去 到了1781年呢 法国海军是击败了英国的这些军舰 然后呢 取得了制海权 在路上呢 法美两国的1.7万联军 是在约克郡附近 完成了对英国的合围 这场约克郡战役 Battle of Your Tongue 也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最后一场大规模的战役了 那么美军这边的总司令呢 当然是华盛顿 法军这边的总司令啊 叫罗尚伯将军 英文叫Roshan Bu 他这名字不知道后来怎么着啊 就在美国成了剪刀石头布 也就是崔丁壳的代称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拉法耶的法国人 率领着一波联军 这哥们呢 是一法国贵族 他听说美国独立的消息之后呢 觉得这就是理想中的世界啊 于是远渡重阳来到美国 参加军队支持革命 之后看战争形势不好 于是又赶紧回到了法国 跟弗兰克林一起 劝法国国王出兵 后来他再带着援军 从法国来到美国的时候呢 是受到了华盛顿的欣赏 和全美国人民的爱戴 后来隔了一百多年 美国参加一战的时候啊 去支援法国 他们的口号就叫拉法耶 我们来了 拉法耶在这段时间呢 也跟汉米尔顿 成为了关系非常好的机友 而且后来通过后人 对他们书信的这种调查 觉得呢 似乎两个人真有点那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那种 当然更多可能还是革命友谊啊 而且拉法耶后来 还跟Thomas Jefferson 杰弗逊呢 也成为了好朋友 后来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杰弗逊也是帮着拉法耶 写了法国版的独立宣言 话说回这耶克郡战役呢 当时的法美联军呢 是彻底把英国人 堵在里边 瓮中捉鳖的态势啊 所以英军没办法 只能投降了 那这个投降呢 也基本宣告了 独立战争的终结 之后的战争呢 基本就是小大小闹 零星的战役了啊 然后美英双方一直在谈判 到了1783年 双方签订了巴黎条约 至此呢 英国正式承认了美国的独立 这场独立战争 毫无疑问 美国人是最大的赢家 赢得了他们心心梦寐以求的 这个独立啊 而对于英国人来说呢 虽然输得很惨 很没面子啊 但是呢 实际上这场战争 也并没有阻止他们 成为后来整个 19世纪的世界霸主 那对于法国人来说 就比较惨了啊 首先呢 他在战争结束之后呢 并没有获得 什么直接的经济利益 其次呢 这场战争的这些消耗啊 这些经济上的负担呢 极大的压垮了 他国内的这个经济 于是呢 导致本国底层人民生活活不下去呢 后来就发动了法国大革命 所以有时候历史就是这么讽刺啊 一个君主支持一场国外的 这个平民反对君主的战争 而正是这场战争呢 最后导致他自己 也被国内的平民推下台 而且还被直接送上了断头台 而且从后续的历史上看呢 美国还真不是一个好队友啊 就是他们面对这出事的时候呢 跑得比谁都快 卖队友卖得非常的熟练 话说这独立战争结束了之后呢 华盛顿回他的弗吉尼亚老家务农去了 汉米尔顿呢 回了纽约去当律师 那后来到底是什么事件 让他们又重出江湖 重新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呢 咱们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咱们再发三千双打不是闻在这里的 二千双打是的 顿和倒是在一方站上的 交通旋软 有多少人 仍然而成为